1614名开国将帅中,此人在建国后的地位最高,彼时大元帅还要高,在我军第一次大授贤中共产生了1614名开国将帅,那么在建国后这些将帅们谁的成就,地位最高呢? 当然这个标准人者见人智者见智,我们这里拿四大班子来做衡量,即国家主席、国务院、人大、政协鉴于这四个正职长期以来都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担任因此我们只看复职1975年,之前共有三位元帅出任过人大副主席,分别为刘伯承、罗荣环、徐向前, 到了1975年的第四届人大会议,出现了两位上将乌兰夫,维国卿,出现了三位上将副主席乌兰夫,维国卿,宋任琼唯一一位包揽四个副主席的人,就是乌兰夫连十大元帅,都没有人能做到1936年2月策动在百灵庙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保安队举行抗日武装暴动打击日军,利用盟监西进的部署, 为建立和发展蒙古族抗日武装力量组建新边,第三师,他任政治部带主任,并在该部队任中共党委书记,他领导组建内蒙古自治政府,被选为主席, 1948年1月所部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军进攻殲灭封建王公贵族的武装解放整个内蒙古地区,同时派部队参加辽审,平均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央民族学院,院长,曾任中共中央蒙隋分局书记,隋远人民政府主席, 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并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第二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等职,三年困难时期,南方很多福利院的孤儿们都吃不上奶粉, 时任全国副联主席的康克卿非常着急,就亲自给乌兰夫打电话,希望能运一些奶粉来救急乌兰夫,二话不说,立刻调派人员选购了大批奶粉运往南方,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把孤儿运来内蒙古,由内蒙古人民养活这些孤儿, 当乌兰夫把这个想法报告给周恩来后,周恩来激动的连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据统计从1960年到1963年,内蒙古共接纳了3000名全国各地的孤儿,并把这些孤儿全部抚养长大1988年,乌兰夫,在北京病逝小年82岁,在追悼会上,邓小平,陈云,徐向前,聂荣珍等开国元兮, 都亲自送了花圈,表达了对这位内蒙古红色之子的敬意。